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掌声有请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 欢迎 画山论剑选全国的海选健保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 如果您也有藏品需要鉴定的话 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 点击线上健保可以请专家在线为您鉴定 参加我们线下的海选健保呢 也可以和专家面对面地进行交流 本场的所有藏品都来自我们的海选 掌声有请第一位藏友登场 你好 你好 主持人 您什么称呼呢 我叫齐敏珠 齐女士 您好 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 好的 是一个瓷碗 来介绍一下您的藏品吧 我这个呢 是光绪时期的黄又碗 祖传的 我们好好看看这个黄又 它外面是明黄色的这个又彩 还暗刻了这个云纹和龙纹 底下写着大清光绪粘质 按照它的这个形制呢 应该是官僚 对吧 对 是官僚 因为是我姥姥说呢 我们是祖上出过贵妃 我们家是郑白旗 您是满族人 对对对 然后那个就是可能那个时候 从宫里带出来的 那自己家里的藏品 为什么还要来健保呢 现在是有这么一个情况 因为那个女儿媳妇呢 生了孩子了 然后这是一个好事 我们都特别地高兴 本来我是想帮着带孩子的 但是因为呢 这个年轻人啊 和我们这一代这个年龄的人吧 他的育儿观念 还有一个生活习惯都不太一样 所以搅和在一块吧 又受累又不讨好 然后还容易有摩擦产生矛盾 所以呢 就是我就是想 那个用钱来解决这个事 这样呢 把这个碗卖了之后啊 然后那个钱呢 补贴给这个小两口 让他们花钱呢 找一个可心的保姆 来好好照顾这个孙子 这样呢 我们也就不用受累了 而且现在就是 很多这个电视剧里头演的呀 好多那个恶婆婆 特别地恶 就好像是天下最恶的那个婆婆了 然后我 我这个婆婆可不背这个锅 因为我就想着什么呢 年轻人都不愿意生孩子 这样在这个电视上 这么一贩卖焦虑吧 就是这年轻人更不爱生了 我其实还想着 让孩子多给我生几个大胖孙子呢 这样人盯兴旺多好啊 我们说其实 一方面是两代人的 这个观念的差距 一方面也是 不同的人 他生活习惯的差距 有的时候 特别像您这样 拿出钱来 帮助解决问题 是很好的选择 对对对对 那他可能是 贵妃用过的碗吗 这个藏品 请您输入一个 心理预期的价格 来 藏有输入的是 来 30万 为什么估30万呢 我觉得这个 毕竟是从宫里出来的 应该 应该是差不多吧 这个价 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 是他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 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 《长河携针》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 咱们今天这位藏友带来了一件祖传的宝贝 据说祖上出过贵妃 是一件黄柚暗刻云龙海水纹的一个碗 我们都知道在唐代安徽寿舟摇 就已经大量出现了黄柚的瓷器 但那个时候的黄柚瓷器呢 烧得不太好 主要是黄褐色和深黄色 不算是真正的黄柚瓷器 烧得最好的话呢 就是咱们明朝的这个红制时期 到目前为止 也达不到红制那个黄柚瓷器的水平 为什么呢 因为它那会儿烧的那个色调啊 温润 均匀 色泽呢 细腻 胶嫩 像机油一样的色泽 所以又称为机油黄 或者是胶黄 在这个宫廷里啊 这种黄柚的生活用词 有着非常严格的这种等级规定 除了少量的赏赐之外 都是严格的按照等级去配用的 里外全黄暗刻龙纹的这个黄柚瓷器 只有三个身份的人可以用 一个是皇上 还有一个就是皇后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皇代后 然后像这个碗呢 是外黄内白 实际上呢 它是皇贵妃用的 然后皇贵妃下一集呢 是贵妃 贵妃呢 是用这个黄地儿 绿龙这个词器 然后再往下一集呢 是嫔妃 嫔妃用什么呀 用蓝地儿黄龙 然后嫔妃再往下 像什么贵人呀 什么常在答应啊之类的 就是用各色杂词了 由此可见呀 这个您的祖上 有可能是皇贵妃 您有点谦虚了 这一只黄柚 暗刻龙纹的小碗呢 让我们了解了这个 皇族里边那种 严格的等级 配用的制度 据此呢 我给您一个文化复制 文化复制已经输入系统了 下面请鉴定袭来 变价时针 请您踏浪而行 那么咱们这位藏友呢 应该说家传的这么一个碗 这个碗呢 我们知道它属于黄柚 那么黄柚呢 实际上它分高温黄柚 和低温黄柚 那么我们说以氧化铁 为橙色剂的 就属于是高温黄柚 那么这种呢 是以氧化梯 为橙色剂的 就是低温柚 低温柚呢 就是750度左右 烧这个 那么这种高温的黄柚 跟这个柠檬黄 怎么来区分呢 高温黄柚 它的表面呢 会有一些玻璃质感 但是我们这柠檬黄呢 它是一种磨砂感 像磨砂感 那么显得呢 像柠檬一样 更觉得可爱 那么这碗呢 我们说是外黄内白的 而且呢 暗刻这个龙纹 这种暗刻龙纹呢 实际上我们称为叫 追拱刻 那么这种追拱刻呢 实际上在劈胎上 我们知道 劈胎在没有烧制之前 是非常的松软的 所以它的暗刻呢 既不能刻深了 如果刻深了 把这劈胎扎漏了 如果刻浅了 那么试完一会儿以后 它的纹饰呢 几乎就不容易看出来了 所以呢 它一定恰到好处 那么第一款呢 是六字青花楷书款 大清光绪粘制 那么这件碗呢 实际上呢 它属于是什么呢 属于是接近于我们饭碗 官瑶的这个碗和盘子呢 它相对应的 有海碗 大碗 汤碗 饭碗 和淮碗 那么盘子呢 有九寸 七寸 五寸 四寸 三寸 和二点五寸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饭碗 那么说了这么些了 这个碗 经我鉴定 真品 我的个人意见是 这是一件青光绪 官瑶 外 柠檬黄幼 暗克龙蚊 内 白幼丸 那么这个呢 级别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 黄桂飞 这个级别用的 而且呢 这种暗克龙蚊呢 刻画得非常的精细 尤其我们通过测光一看 那么 应该说 以这种锥带笔 刻得非常的精细 这种海水 江崖龙蚊 那么底款呢 是这个长方形的 这种长方形的呢 一般呢 我们说 是光绪中西以后的作品 那么光绪呢 在位34年 所以它分早中晚 早期的这个解体呢 它方正 所以你看 大清的清字呢 细长 这种解体呢 就是光绪 20年以后的作品 那么 齐笔落笔 这种非常的精道 包括这个提案顿挫 表现得非常的明显 我们来看 它这个修足 是这种尼丘贝族 修得非常的滚圆 犀利 而且呢 这种胎脂呢 应该说 似乎有颗粒状 但是 非常的银润 那么整个这碗呢 口颜呢 筋呢 应该说微微脱落 整个的从这个品相上看呢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那么我给你一个鉴定估值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 我们再来听听市场团的分析 朋友你好 单色釉 包括黄又瓷 是目前市场上 比较热门的一个品类 景德镇瑶呢 自明初黄又瓷烧制成功之后 黄又就成为 黄家御用之色 而柠檬黄又呢 在黄又瓷的品类中 也属于路份比较高的一个存在 像目前拍卖市场上 前十名成交价的黄又瓷中 柠檬黄又瓷就占有七件之多 那么像您这件藏品呢 外壁满师柠檬黄又 文式刻画清晰 款制书写工整 像同类型的拍品 在北京荣宝2013年拍卖会上 一件清光绪黄又岸克隆文碗 当时呢 它的成交价格是一个 二十二万四千元的价格 所以根据以上情况 以及藏品的品项 我给出一个市场报价 它的报价是 十六万 揭晓鉴定估值 十五万 揭晓文化复值 十八万 所以它的市场价格区间 应该在十五到十八万 经三方合见 华山论件对这件藏品的 最终鉴定结论是 清光绪观摇黄又岸克隆文碗的 真品 恭喜您 藏品可以获得华山论件 为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 谢谢 但看您还是有一点失落 是跟那个心理的估价 有一些预差 其实即便是它能卖三十万 在有了孙辈之后 两代人还是要 同心协作 要相处很长的时间 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有矛盾了 要怎么处理 这是提前要想好 做好心理准备的 对对对 当然您的藏品 被专家团认定是真品 有资格登上我们的 中华大连拍 着急卖的话 直接参与我们的 中华大连拍 好吗 好 谢谢 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 你好 你好 您怎么称呼呢 我叫杨凯 杨先生您好 来 把藏品放到我们桌上吧 因为我们这个展示台尺寸有限 所以书画作品 我们都通过大屏幕来欣赏 一幅荷花水尿图 它上面有落款 写着寒厅 这是应该是江寒厅 江寒厅先生的一幅字画 江寒厅是非常有名的画家 我们《画山伦街》的节目当中 就出现过十几次之多 并且前两天 我去逛这个中国书店的时候 还看见那摆着特别大的 就是江寒厅他的这个画集 也是很受欢迎的 那您是怎么得到这个作品的呢 这幅画本来我是要送给我一个哥们的 就是大学的时候跟他在一起玩得特别好嘛 我感觉我挺喜欢他的 所以就买了这幅画送给他 有情这么升华了 不是 她是个女孩 是要送给女同学了呀 对对对 我们关系特别好嘛 所以就哥们相撑了 然后我感觉他也挺喜欢我的 然后后来我就想送他一幅这幅画 所以有一次我跟他逛了一个书画展 然后他也是世家嘛 家里 然后我就看这幅画看了很久 我以为他喜欢这幅画 然后当时攒了差不多半年的钱嘛 然后买了这幅画送给他 但是送完他之后他好像不高兴 当时就给我退回来了 然后我不知道是这幅画的原因 还是什么意思 所以今天想请各位专家过来 帮我坚定一下 这就不好说了 那这一件藏品呢 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来 藏有输入的是 两万元 为什么估两万呢 因为我当时花了两万左右买的 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 是他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 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 长河携针 长河五千年 文明一脉传 今天这位仓友带来的是一幅署名为 江汉厅的荷花水鸟图 我们经常会说图币有欲 看到这幅画大家伙会联想到哪些美好的寓意呢 和和美美白头偕老 为啥呢 因为荷花象征着和美 那么还有一只鸟 头顶一块白 肯定会联想到白头翁 但是它只有一只鸟 一般我们看到人家画什么荷花鸳鸯 对 这画的是一个单身鸟 其实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 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 也有可能是唐僧 这头顶一块白的不一定是白头翁 还有可能是其他鸟 看到这只鸟让我想起来 前几天去国家博物馆 有一个和和共生大展 最后一个展厅里 有一个非常硕大的展品 那是在乾隆四十年 广东巡抚 进献给乾隆皇帝的一个大屏风 是紫檀嵌发廊的屏风 其中在最右边那画片 画的就是 今天您所拿来的这只鸟类 这是什么鸟呢 在诗经里就有这只鸟了 诗经小雅堂弟有这么一句话 吉林在园 兄弟吉难 什么意思呢 这只鸟叫吉林鸟 吉林鸟受难的时候 它的兄弟会飞过对岸来去救它 所以说吉林鸟是象征着 兄弟之间的感情 兄弟 对 那么这一件紫檀 掐丝发廊屏风上面 雕汇的有五种不同的鸟类 也就是五轮图 分别是凤凰 仙鹤 吉林 鸳鸯 以及黄鹰 那么它们分别代表的是 君臣之道 夫妻之道 兄弟之情 朋友之情 等等 那您偏偏选了一个代表 兄弟之情的鸟 送给您的好兄弟 他不会也是 你有情我有义 你送我一个兄弟 不是摆明了 是拒绝我吗 所以说人家会生气啊 当然了 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测 他生气还有另外一种原因 因为人家是书画世家 是吧 对对 人家对这个书画鉴定 是有一套的 您万一送了一个赝品给人家 人家当然也会生气了 是吧 我在这里呢 基于这幅画的文化解读 将会给这个作品一个文化复制 文化复制已经输入系统了 请鉴定洗来 变价时针 有请请您踏浪而行 池宝人带来这件荷花小鸟图 署名江汉廷 江汉廷呢 是现代著名的花鸟画家 他和路易飞 唐云 张大壮 号称海上花鸟四大名家 他的花鸟画呢 非常的秀美 田径 他的绘画呢 主要是学 清初的画颜 运寿瓶 包括加入任波年 虚古的绘画风格 他三十岁的时候呢 经著名画家张世元 得以结实 海上著名的收藏家 钱靖堂 在那里观摩了 很多的名家作品 包括 大量的任波年的作品 所以画迹得以飞升 我们来看这件作品 画面以L型 描绘了 两个主要的荷花的叶片 为了 改变这个荷叶上面 相对比较平板呢 在这里画了一只寄灵鸟 画面的左下角 描绘了荷花 荷花上面呢 用非常细的线 直线和曲线 相交 右边落款 寒厅 下前一方小印是 寒厅居室 诸纹印 这件作品呢 你说了 想作为这个礼品 送给你这个朋友 他有点不高兴了 我考虑呢 一个是这个鸟的问题比较大些 但具体是这件作品对不对呢 经我鉴定 真品 我的个人鉴定的一件事 这是一件 江寒厅荷华小纽 力柔真迹 为什么说是真迹呢 先说主要一句 这件作品大约是江寒厅 四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 前后时期的一个作品 这个时期 它主要运用 运寿瓶的这种墨谷的绘画方法 来描绘荷花 这个纸 它是偏生的 这种半生熟的纸 所以在描绘的时候 包括荷叶的这个流的这个水线 勾勒叶脉之后 它就要有非常高的功力 去点桌 以达到相对平和的展现 叶面的这个效果 包括它在描绘荷花的时候 这个纸 如果说 直接去染的话 会有笔痕 但是它的技术非常高 所以说 运用这个纸 干湿的时候 互用 从笔尖 去直接给 这个一点这个洋红 所以出现了 非常娇嫩欲滴的 这么个效果 包括它的勾线 也是疏密有度 整体的布局呢 后面这一点 水草 运用比较淡的一个颜色 进行勾勒 以达到什么 非常好的 把这个小品 推远的这么一个效果 再看落款 韩听 两个字呢 是完全学习运寿瓶的 这种风格 下面 前这方小印 它的印章 主要是赵树儒 陈俊来 包括王福安 给他刻的 从这个印章的风格看 应该是赵树儒 为他撰刻的这个印章 打得也是 非常的清晰有力 包括这个表工 是一个40年左右的表工 中上所书 我得出这是一件 针迹 根据这个一平尺的大小 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 我们再来听一听 市场团的分析 因为江寒丁啊 是海派的画家 他以画花鸟文明 特别是琴鸟 也是他的拿手作品 就是他的作品呢 在市场上呢 追捧度比较高 就是这些年啊 这两年 他的价格呢 特别的稳定 因为他去世的比较早 所以他的作品呢 相当于 跟他之前的一些 名家的作品呢 存在量 相当来说要少一些 包括现在呢 因为很多人家居嘛 有的一些 比如八平尺啊 或者一些大幅的画 挂在家里嘛 就是楼房 肯定不太适合 这种小平尺的画呢 一挂呢 是正好 也是现在的藏家呢 比较追捧的 我给两个呢 就是参考件了 一个呢 是2022年的6月27 加德拍的一个 梅石长寿 他的成交价呢 是63,250 他是三平尺 然后呢 童年呢 就是宝丽的春拍 2022年7月26 他拍一个作品呢 是春明 他的成交价呢 是74,750 所以说 他的价格呢 一直稳定在 两三万之间 所以你买的价格呢 也合适 我给一个 现在啊 特别好流通的价格 并且以后呢 生日空间还是特别大的 我的估价是 他的报价是 两万五千元 来揭晓 鉴定估值 三万元 揭晓 文化复值 三万元 所以他的市场价格区间 应该在两万五到三万元之间 请三方合见 华山论件对这幅藏品的 最终鉴定结论是 江涵亭 荷花小鸟 力轴真迹 恭喜您 藏片可以获得 华山论件为藏品颁发的 真品证书 这下您想明白了 有点意外 怎么会是送兄弟的话呢 一个乌龙 看来我们这个文化符号 和文化隐喻 还是要用心 才能明白 也希望借着文化收藏 给你和你的朋友 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可以深入地交流 谢谢 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 你好 你好 你怎么称呼呢 我姓孙 孙先生 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 是一个玉壁 对 介绍一下您的藏品吧 我这个是我一哥们 敌给我的 因为什么事 要拿玉来敌给你呢 这一说就很神奇了 他呀 当时我们打游戏的时候 认识一哥们 网友 对 打游戏认识了 然后后来呢 我们说准备约着 线下去见个面 后来我们就约今年过年吧 然后说一块去三下玩玩去 然后呢 去了之后吧 这哥们确实挺大方的 给人感觉个富二代的那种感觉 那使春节期间 感觉三亚的这个机票酒店 都可贵了 对对对 然后他呢 就是带着我们吃饭什么的 然后感觉挺大方的 然后他还请我们 做了次游艇出海玩 我觉得真的这个人 家庭情况还是不错的 然后呢 到走的时候吧 我们去退酒店的时候 他的坎当时结不了了 然后后边排队的人特别多 都挺着急的 那我说要不我先帮你垫上吧 到时候你再还给我 他说行 然后我们就回来了 我们回来之后吧 他就立马就出国了 也没来得及还我钱 然后过了两天 我给打电话 然后他说 他爸公司出了点问题 然后卡也冻结了 然后现在还不了我钱 然后过段时间之后 我是从朋友口里得知 他回北京了 然后我就去找他 然后他呢就顺手把这个 说我经常玩这么一个月 他说给你吧 敌给你 说如果多了呢 就算人情了 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我就拿走了 后来越琢磨越不对劲 我就给打电话 然后打电话的时候呢 他不接了 联系不到 那我这心里就慌啊 我不是找专家来问问吗 看看我这个责责的情况 电付了多少钱呢 大概 我电付得有个五六万买 的确这个 只是刚认识的朋友 就垫付了这么一笔钱 确实 我们看一下这个玉 如果它是很好 并且还有富裕的话 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对 请您输入一个 心里预期的价格 来 好 藏有输入的是 五万元 为什么估五万呢 这正好底上那个 我那个住宿费了 给他那个 觉得能底上就不错啊 对对对 我不要求别的 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 是他蕴含的历史文化 和艺术内涵 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 长河携针 长河五千年 文明已迈传 您带来的这一件 白玉的玉璧呢 它是这个龙文的玉璧 这个玉璧其实 产生的比较早啊 从五六千年的新世纪时代 就有了这种气形了 在周礼中 把这个定为这个玉的里面的 六锐之首 就是碧 从 归 张 虎 黄 它象征了这个 等级 玉璧这个气形 这么受欢迎呢 是因为它是圆的 代表了美满 和谐 圆满 这一件东西呢 后面有这个勾云纹 而且它预制 非常的银润 洁白 它的这个 雕的上面的赤龙啊 也是非常的活灵活现 古人呢 把龙分为几种 要骄龙 鹰龙 求龙 还有赤龙 也有说龙师生九子 其中之一 也有说赤龙是水之精 水中之精 所以在房顶啊 这个出水口啊 都雕有这样的文士 基于上面几点 我们给它一个文化复制 它的文化复制 已经输入系统了 请鉴定袭来 变价时针 有请 请您踏浪而行 赵老师 我们一直想问一下啊 现在看域 到底需要多少倍的放大镜 比较好呢 最起码是六十的 先得是六十的看 然后呢 你配在手机上这个六十的以后呢 你这个手机还有五倍的放大 放大以后 能推到它的阴壳线 现在看阴壳线的底槽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因为很多这个 它现在是也开始用手工 但是它又怕费时间 先是用机械工打底 然后再手工研磨 这两个叠加出来的 只有在高背镜上能放出来 所以你要是光看 这个棋出啊 托尾啊 感觉有杀质 感觉好像是老头工 其实不是 你要是只是拿一个普通的放大镜 你可能就容易打眼了 看来以后买玉 要常备显微镜 哎呀 现在这个仿的 而且现在这种管堂的图都出了以后 很多阴壳线的细节的东西 包括做皮壳的东西 全都已经能仿到位了 我们来说这件玉啊 这个玉啊 超级白 玉种非常好 那么这个玉的造型是什么 是一个驰龙咸了一个灵芝 这个灵芝啊 在古代的时候就是仙草 吃了长生不老 古代有这种概念 所以这个玉壁的题材啊 具体应该叫驰龙献寿 有这么一个题材 它呢 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呢 你像杭州博物馆的一家 是宋代的 故宫的有一家是明代的 河北民俗博物馆 有一家是清代的 那再看这家驰龙壁呢 跟馆藏的这几家 有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的头 这个驰龙的头是个方头 一般的驰龙的头啊 都是梯形头或者三角头 然后呢 耳的呢 或者是小耳的 或者是大的锤耳 这个驰龙的头的造型很特别 故宫有一个奇景 叫千龙土水 只要是故宫三大殿 下大暴雨的时候 1142条龙吃手 全都往外涂水 你看那个吃手的造型 就跟这个 整体是非常相似的 像这样呢 吃龙的头 就很少见 我们看那个吃龙呢 眼睛上有两道霉 是冲天的 在明晚期到清早期的时候啊 开始出现眼霉上 有两道向上的这个 银刻线往上走 但这两条线 是一直走的耳朵 而且这条吃龙是 冲天耳 你看他的耳朵很奇怪 他耳朵一直是病着的 一直非常非常的长 所以他更庄严 更有气势 我们再看他背面的纹饰呢 是一个勾云纹 勾云纹它是分区的 分区分成四区 每一个区是三个勾云纹 环绕一个鲁钉纹 这种形态也是 明代晚期 到清代早期 常见的一个形态 那再说这个龙头啊 还有一个点在哪 您看他叼的那个灵芝没有 那个灵芝的造型 其实就是一个 赤龙头的造型 是一个传统的赤龙 你看那个灵芝 卷上那个两个 特像一个大耳朵 它那个灵芝的底部 就像是一个赤龙 如果说这件东西 它叼了这么一个灵芝 很像赤龙头 它再叼这么一个头出来 它就重复了 从审美上 它就重复了 它反而叼了 这么一个方头 跟它所闲的灵芝的这个头 完全错开了 所以说这个工匠 是非常用心的 所以说这个玉的级别也不低 但是呢 这个东西本身又是重灾区 这位在池宝人看来 豪气无比的朋友 在把随身古玉 给到池宝人 用来抵押所欠的房费后 自此就杳无音讯了 因此池宝人 怀着忐忑的心情 来到节目健保 在经过专家的鉴定后指出 这块玉壁 不仅玉质盈润 而且上面的吃龙纹饰 更是代表着较高的等级 如果是古代真品 那么价值应该不低 但同时也指出 这类玉器 却是现代造假的重灾区 那么这件玉壁 到底是真是假 如果是真品 又能否只会 池宝人垫付的房费呢 华山论剑 马上揭晓 这里北枕长江 东宾太湖 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 这是一座因河而生 成运而新的江南古城 这里是无文化 奇梁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在绵延近三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这里人文汇翠 如风未然 学派林立 明世辈出 也成就了今天这里 鲜明的地域文化 这里是江苏常州 通知 华山论剑2023全国巡回海选健保活动 第十一展即将开启 时间 2023年7月1日9点到17点 地点 江苏省长州市天宁区 兰陵街道 中吴大道1318号富邦广场 长州富邦文化骨完成 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 面对面为您变价时针 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 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 只要您的藏品被鉴定为真品 还有机会参与华山在线中华大连拍 垂群热线 029-8931-2913 详情一颗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华山论件公众号 或论件华山小程序 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具体又是什么时候 经我鉴定 真品 我的个人鉴定意见 这是一个明末清初 石龙咸灵之纹 白玉碧 真品 具体它怎么针呢 我拍了几个图片 首先呢 我们先看到它的是背面 它的背面的 我们先看到它的碱地 在它的侧光情况下 形成了水波纹 这种水波纹就是 手工减地造成的崎岖不平 而且它的光泽很厚重 呈现出的是一种慢反射的状态 没有高光点 如果出现高光点 很可能是轮式工具抛光出来的 如果它是抛光机抛出来的 它往往是糊成一片 感觉油腻腻的 所以它这个背部的水波纹 还有它的光气是非常开门的 这个玉的结构非常好 很难找到破绽 我最后找了一个小的磕碰 在这个灵芝的一个角上 又找到了这么一个磕 它是一个使用痕迹 也就是小米这么大 我们看到这个使用痕迹的里面 已经出了氧化层了 说明这就是之前 它跟这个东西一块氧化的 这是个老物件 再往下看这张 就是它的驼弓 我们看到这个驼弓 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是它这个主纹式的叠驼 这是反复驼压的 这是个阴线 里面是驼具反复碾压的 然后它又深又宽 旁边转弯处有齐出 齐出的时候 就是单阴线 单阴线的重驼 很用力的去驼 它拐角没有修饰 没有说最后把它剪底子 把它打磨掉 再看它这个纹理的里面 这儿很明显能看到它是轻驼 这个驼是轻轻蹭的 这个正是这轻轻蹭的驼痕 能看出它的沙子 看出它活动态的沙子 在这儿流动 碾压出来的感觉 这种活沙是移动的 这是它修饰用的 这种的提出往往是明代的风格 如果清代的时候 可能会要打掉 再看它的这个龙的毛发 它的单一的驼线 没有反复驼的 它底面是成磨砂状的 它上面有反复驼的 它底面是光亮的 这就是因为驼锯的作用时间长了以后 解鱼砂在里面不断的消融以后 反复碾压形成了抛光效应 这个也是符合古代治愈的弓痕的 最后呢 我又看到了 在这个龙的缝隙里 吃龙咸灵芝的一个很小的缝隙里 看到它剪地的痕迹 这儿有钻状工具 活杀移动 剪地的痕迹 旁边呢 还有一道推磨痕 剪地以后进行推磨 用片状工具 带沙子 反复推磨 推磨的时间很长 里面已经呈现出了一种反光 这是带出了一种抛光效应 最主要的是 这个夹缝中的皮壳 氧化的光气和龙外面凸起的地方 完全一致 说明这个东西它就是老的 里面外面都是老的 所以综上所述 这是一个非常开门的吃龙笔 我给它一个市场的估值 来 它的鉴定估值已经输入系统了 我们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这种我们就说 剪地高浮雕的吃龙 大部分流行是在元明清时期 甚至到民国 包括解放初期也都有在做 作为出口产品也都在做 那这个取决于它的价值呢 基本上年代还放在第二位 基本上还是 以我们现代人的审美出价的时候 还是要以预制放在第一位的 像您这个预制呢 也比较盈润洁白 然后这个工艺呢 也很骨骤 这个吃龙活灵活现啊 这个雕个灵芝啊 寓意也很好 类似这种壁上面 有两个吃龙的 一个吃龙的这种或者三吃的 多吃的啊 还是比较多的 只是越早一些预料会差一些 越靠清代之后呢 预制就会好一些 反而早的价格其实并不高 有的估价 拍卖公司估价起价 也只有几千到一两万 成交呢 基本上好一些的十万块左右 差一些的两三万也都有 所以根据您的这个预的 这个品项和预制呢 还有这个综合年代 综合一些的情况吧 我给您一个市场 大概可以参考的市场价 来 它的报价是 8万元揭晓鉴定估值 8万元揭晓文化复值 7万元 所以它的市场价格区间 应该在7到8万元 经三方合见 华山论件对这件藏品的 最终鉴定结论是 明末清出 吃龙咸灵之玉璧珍品 恭喜您 这下放心了 放心了 放心了 藏品还可以获得 华山论件为藏品颁发的 真品证书 如果要出售的话 它也有资格登上 我们华山论件的中华大连拍 跟全国的藏友进行交易 好的 还是希望 你和朋友这件事 有一个圆满的解决 我也是这么想的 恭喜 有请本场的最后一位藏友 登场 你好 你好 你怎么称呼呢 我叫李佳希 佳希 我们看一下 带来的这个藏品 这是一个很大的铜器 铜炉子 说是铜炉呢 它上边还有一层 这样的网罩 给我们介绍一下 您的藏品吧 这是我祖传的铜炉子 听我爷爷说 它小时候就有了 但是我们都不知道是干嘛用的 A 在家里也没用过它 对吧 因为我看它这个保存的还是比较新的 没有什么近期的这个使用痕迹 但是我们看着就特别像老北京炙子烤肉用的炉子 我们就想让专家看看是不是古人吃烤肉用的炉子 我们来看看它这个 你说古人吃烤肉用的炉子 这句话非常地有意思 有一次我去首都博物馆 就是在北京西二环外那个的时候 我听到有一个小朋友说 说 爸爸他这儿为什么放了那么多做饭用的东西啊 因为那儿有一个青铜管 其实这么多铜器它不光是古人做饭用的 它甚至它是祭祀的时候用的 是有很高的讲究的 而且我看它这个外边还有刻的这个纹路啊 它是很精致的 对 那请你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来 藏有输入的是 50万 大家现在一想这个青铜器啊 就是这个夏商周三代 想得比较远 如果真的有那么久的年头的话 这个50万你还可能烧写了一两个零 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 是它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 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 长河携针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 说起青铜文化呀 它是世界三大文化之一 就世界三大艺术 中国的青铜入选了 另两项是西方的雕塑和油画 实际青铜呢 是近些年考古在国际上公认的是 是从两河流域传入中国的 青铜不是中国独立发明的 但传到中国之后呢 中国独立地发明了自己的文化的特色 这就是中国青铜文化 特别是礼器 技器 我们考古发现呢 是从越往西 比方说青海 甘青地区 齐家 马家瑶这些文化 有小的原始的青铜小件 是越往西越早 往甘青地区是有六千年历史的 两河流域是七千年历史 我们在八十年代以前 还认为我们的青铜是独立发明的 现在就是不是了 但这不影响中国璀璨的青铜文化 所以这是中国特别特殊的一个门类 那个中国青铜文化进入到夏朝 通常说夏长洲 实际夏代铜器不应不多 在二里头文化 有些发现一个容器类出现了 像绝碑呀 甲呀这类的 还有角 就这种酒器 也作为礼器 这件东西我看的图像是战国这个时候 这个时期的 而且表面的纹是很细 像是攀毁纹 但这盖子和这气深是极不协调 这盖子具有当代或者近代的 这种风格和特点 那个这配着盖子 我想就是作为香炉用 说起香炉文化呢 早期的香炉呢 特别是原以前的香炉 是不差馅香的 馅香虽然在元代有手搓那种很粗的 那多数的香炉呢 就是从明以后呢 就才发明这馅香 插三根香 所以现在有些大画家画画经常画 比方说达摩面壁呀 或者达摩这个高市图里的 有香炉的时候 有些画家文化不深的就画错了 就画一个 达摩是南北朝时期的人物 他就画一个香炉插一根香 一缕烟 实际上是画错了 就相当于你清朝 你不能画手表啊 你不能把元情画画到唐朝上 但这种错误在画家里 是比比皆是的 已经这个忽略不计了 好吧 就根据这个情况 我也给你一个文化复制 文化复制已经输入系统了 请坚定洗来 变价时针 请您踏浪而行 这位残余带来一件 这个很现一个顶的 这么一个香炉 自认为这个表面呢 这种碗砖呢 还有点像烤肉的那个架子 首先是这样 这件东西呢 我们把这个盖子呢 拿下来 可以看一下这个气形 它这个确实跟顶很相似 三足两耳 但是呢 它的这个和那个顶的 典型的顶的双耳呢 不一样 典型的顶的双耳呢 是直立在口言之上 或者在附着在脸边的 我们把它叫做利耳 或者是腹耳 但这边呢 是两个小环钮 这是它和一般 典型的顶的一个差别 但恰恰是这么一个 小小的差别 使我们的很多的博物馆 甚至是考古学报告 都把它的这个名称 给搞混淆了 我们这个很多博物馆 以及考古报告 都把它叫做顶 那现在考古学发现 它上面这类东西呢 有名文 名文呢 确定它的名字叫做对 这个写成一个 墩子的那个字念对 那对是什么器物呢 它和顶不一样 对呢 是用来盛粮式的 就盛饭式的 顶是用来盛肉的 一般这类东西呢 都有个盖子 这个盖子呢 有的呢 上面都有钮 这个盖子有的 跟它的造型一模一样 我们把这种线线 叫气盖同形 也就是盖子和气生 是一个造型 当然呢 也有比它呢 造型小一点的 这可能跟这个地理位置 就是当时的地域 以及时代 有一定的关系 那说到这时代呀 我们看一下 它的这个年代的风格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表面装饰的是 非常细腻的潘辉纹 这种潘辉纹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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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型的这个分布 呃 呃 就独立的S型的分布 呃 呃 呃 就是比较晚一点点的 潘辉纹了 呃 比那种呃 呃 双八字型的那样子的 潘辉纹呢 呃 要稍微晚一点点 这个在考古学上面呢 呃 给它断为 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 呃 呃 就这样子的一个样式 呃 这件器物呢 如果从年代风格来看呢 应该是一个呃 春秋晚期的器物 但是呢 我们知道 明清时期啊 也有很多炉子 是仿 山州时期的青铜器的 那您这件对视的炉子 呃 它到底是道代真品 还是我们现代的新反呢 经我鉴定 这里北林黄河 南伊泰山 坐拥七十二名泉 人称泉城 也被誉为北国江南 这里是龙山文化的 发源地之一 四千多年的文明长河 滋养沉淀 令这里地结人灵 明世辈出 神医匾阙 名相房玄灵 此人李清照 新汽吉等 为后世书显了无数传奇 这里是济南 通知 华山论剑2023 全国巡回海旋 健保活动第十二战 即将开启 时间 2023年7月8日 9点到17点 地点 山东省济南市天小区 东工商河路20号 济南药王楼 古玩城 华山论剑专家团 现场坐镇 面对面为您变价时针 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 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 只要您的藏品被鉴定为真品 还有机会参与华山在线中华大连拍 垂群热线 029-8931-2913 详情一可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华山论剑公众号 或论剑华山小程序 经我鉴定 真品 我的个人鉴定一件事 这是一件东周时期潘辉文同队 为什么说它是道代的东周 首先我们看这个铸造工艺 这个表面包括潘辉文的局部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典型的 当时的逃犯铸造的 这种犯线痕迹特征 包括我们内坛 也可以看到典型的 古代逃犯法铸造留下来的 垫片痕迹特征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底部 其实它的分形方式 也是对开分形的 然后三足这个位置 是以分铸铸接的方式来铸造的 这也是非常典型的 东周时期的铸造工艺特点 所以从铸造工艺的角度来看 这是毫无疑问 道代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老化现象 这个表面我们可以看到 它整体应该是有使用过原来 在这个船式的这个过程中 这件东西可能在明清时期已经出现了 已经这个明清时期就开始流传了 所以当时的人可能就把它当做一个顶来对待 当做一个顶式的炉子来对待 后来还给它配了一个盖 这个盖有点现代感 但是这个清代也有这样子的类型 这种编织纹 包括当时的一些暖炉 也有这种编织纹 但这个盖年份跟它不是一码事 是内悔的人的一个认知 认为这就是一个巡逻 所以给它配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盖 那基于以上这些鉴定要点 我给它鉴定为东周时期的倒带珍品 与此我给它一个鉴定估值 来 鉴定估值输入系统了 我们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这件队从它的整体状态来看 也是能符合刚才刘老师说的 这个确实是有几百年的这样一个传世痕迹 年代的确实是到春秋晚期 或者能够到战国早期的这样一个世界 所以我看刘老师也定的年代比较宽泛 按照大的笼统的东周来定 这个是没有问题 然后这件队其实它从品项上来说 确实是有一定的不足 首先第一缺盖 这个缺盖价格肯定会至少打一半的折扣 另外从做工上来讲 这件队它的上面 这个陶饭当中的潘辉纹 在这个铸造上去之后 纹是不是特别精细 同时这个纹是在饭线的对接之处 也不是那么协调 稍微有一点错位 这个是当时的一个工艺缺陷 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品项的缺陷 是在这个队的内堂腹部 靠近这个三足的位置 是有一个漏筒点 这个地方当时有注漏 同时在使用过程中又有了磕碰 随后又有了修补的痕迹 所以说这件器物属于一件缺陷 而且还是一件残器 品项上是有受限的 如果说这件器物 在品项完整的情况下 我觉得像这样一件器物 像咱们国内大陆内的拍卖 基本上是很少能看到的 一般来讲在香港 甚至欧美国家是能看得到 甚至那些地方会有成对出现的 而且品项非常好的 一般来讲全品的一个 大概是在五六万 甚至七八万的价格 一对大概就是十万起步 到十五六万的这样一个价格 好 那我就根据整体的品项情况 给您输一个市场报价 它的报价是 三万揭晓鉴定估值 五万揭晓文化负值 六万 所以它的市场价格区间 应该是三到六万元 经三方合见华山论件 对这件产品的最终鉴定结论是 东周盘毁文同对珍品 恭喜您 藏品可以获得华山论件 为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 跟你的心理预期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还是要恭喜您是珍品 节目进行到这里 本场的所有藏品 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 再次感谢各位的精彩分享 谢谢 感谢北京天涯股 完成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掌眼收藏江湖 论见华山之巅 我是甜甜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